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将微信1177-6270,计赏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1934年12月3日凌晨,安徽六安市金寨县乌粪沟曾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斗。 当时年仅13岁的郑长林,亲眼目睹了红25军82时,拱800多名战士。 因被国民党军埋伏,仅200多人突围,600人战死沙场的悲壮场景。 战斗结束后,郑长林和附近的村民们趁着夜色偷偷挖好了坑,将600名红军烈士掩埋在乌凤沟的山坡之上。 从此,郑长林就成了这些红军墓的守墓人,而郑家也跟600烈士结下了不解之缘。 郑长林去世之间,将乌凤沟惨烈的战斗告诉了儿子郑学才和孙子郑一青。 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守好这些墓。 新中国建立后,郑学才就自筹费用,花了整整两年时间,将大大小小二十多个烈士墓改造成了石头墓。 直到七十多岁高龄,还坚持守在烈士墓旁边。 郑学才离世后,郑一青就接过了守墓的大戏。 他年纪大了,他的儿子郑伟栋又成了金的守墓人。 郑家四代人,85年时间里,就默默地守护着长年的600名烈士。 到2002年,他们再次筹钱,将烈士墓群修正一新。 如今的乌凤沟红军墓已经广为人知。 金战县还批准此地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 2011年,绿湾市政府也宣布将在此建造革命烈士陵园。 人们自发前来祭拜,但郑伟栋说,不管这个地方变成什么样子,郑家人都会世世代代守着这些烈士墓。 这是郑家的使命,也是他们能为烈士们做的唯一的事情。 2011年3月24日,河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卢文焕因病去世。 他去世时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,只留下了一张60年前的奖状。 但这张奖状的出现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,甚至惊动了当地政府。 他是谁?这张奖状到底有何来历? 感兴趣的